好球 滿天都是星星的精彩好球 又來啦 這個禮拜大頭陣的是 藍鯉熊妹的大師兄 先來看他的螃蟹球 說精準一點 就是他的螃蟹傳球 這種違反身體慣型的傳球 大師兄實在是 掌握得相當精準 不過這三顆星的美技熊妹 至少要有一顆星 分給打法潘中緯 看完新游擊手 接著來看三壘手 打斷了結果一個小白球 被三壘小蔡宗佑給揭殺出職 一個是螃蟹傳球 一個是空中抓鳥 阿彌陀內野方區 都練過掃音功夫 游擊手敲出去的球 就是要交給游擊手來處理 這個美技精彩的地方 在於守住兄弟相對的反撲 也難怪這個PLAY結束之後 全隊的球員是戰力高步 忘了告訴大家 本週NICEPLAY最大贏家就是他 往左邊方向的飛球 游擊手後退的自勝這個球 接下出局 看來大師兄應該概念為60力 這招輕功水上飄 不是每個人都辦得到底 千安的先輩 抱歉啦 這實在是太欺負人了 從地下的老將安達都被沒收了 牛隊的憲民中 飛聲撲球一百分 但是在騎身傳球的時候 有點小賠賠 沒有關係 既個醜意還是難所貝 而且前輩還給你鼓鼓鼓鼓鼓 超級新的黎一拳要挑戰 擔心最多安達的紀錄 這個紀錄 當然要由紀錄報復者來守護 最好是每一球都往高國際來邊打 他又用他的身體 他的生命 他的鼻子完全守住 每一個黎一拳所叫出的安達 你要守住別人的安達 那自己的安達怎麼辦呢 他先後打ù公роп然後 下面到有空üll 打旗的陪 vest 張健平 高國際一定很後悔 這一球應該要在一枚打 來個男子漢的對決猜對呀 同樣都是用外爺爺avil 兄弟相對的劉根昕 這個內氣手 rapidement 可是幫了投手一個大忙 這一球要是沒有接到 少說也要跑到校船的後面 而劉根昕也把自己保護得相當好 快點就撞到全壘打牆上面的 Pinky 兄弟相對的陳冠任在下半季 好不容易傷予不出了 但是林中南想到不給面子的 把這一球給攔了下來 就算小飛機再怎麼拚命加速 還是到不了一壘 各位觀眾 大師兄又來啦 這個球有機手趕過去 反手接到船外 要的 大師兄林志炫 之前看到螃蟹傳球 還有輕功水上飄 這一次則是魚躍工門 這個禮拜的精彩好球 他就佔了三個 是本週放球周報的最大贊助商 國產的好用 我來品的也不賴 這一季精彩的Nice Play 就知道為什麼威娜斯 被封為在三壘房區的 進口吸塵器 無信級的美技手臂 先來看保刀未撓 飛撲身手一樣好的許勝傑 這個球有機手接到 傳義雷 苦瓜也是我們之前 泡球周報Nice Play的場客 以後有空的話 記得來這個單元做一座 球迷一定在問 Where is Castillo 此人要馬步出招 一出招就是五星級的美技手臂 一定要有任何落力 這個單元捕手的精彩美技 也比較少 希望Castillo下次能守二的位置 一定能帶動 這個手臂位置的業績